统统都杀了 等等 我是宁王妃娄怡贤 你们要敢抓王阳明 就先杀了我 可你们要是杀了我 我保证 你们谁也别想活着走出江西 现在宁王府的十万大军 就在这附近 你们不是要杀人吗 现在再动手啊 刘公公有令 天上地下 王阳明死你们活 王阳明活你们死 住手 王爷来了 不许胡来 都住手 各位公公远道而来 本王也真不知道拿什么东西来犒劳你们 不过一杯水酒是万万不能少的 来啊 在 请公公们先走一步 王爷 我们有刘公公的成命在身 就不打扰王爷了 等等 是吗 就是你们刘锦刘公公亲自来 他也不敢博本王的面子吧 来啊 在 给每位公公配上两名侍卫 务必把公公们给我伺候好了 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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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你也走吧 杨明先生 别来无恙啊 谢王爷 久违了 杨明先生 来 尝尝我这江西特有的杏 很好吃 尝尝 太酸了 你别吃那个了 王爷 吃这个桃吧 好 这个甜 好 是吧 好 嗯 铁 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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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明先生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 我请你去隐居的那块地方吗 前两天 我特地派人去收拾了一下 哦 大家虽然多年没见面了 不过杨明先生 依然是我朱晨豪唯一的知己 谈到隐居 少不了志同道合的人 既然我们是知己 我还想请王爷跟我一起归隐田园 但王爷的盛情 由当初我的心意 也丝毫没改变 王爷一下如何 现在的皇上 他怎么能和孝宗敬皇帝相提并论呢 而现在由交方把持的内阁 又怎么能和李东阳他们相提并论 外加一个全请天下的刘锦 现在的局面 怎么能和当初的局面相提并论 我说句不客气的话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 恐怕先生连性命都难保了 要是没有我这个手握兵权的亲王 天下之大 恐怕也没有先生的容身之地 所以先生提出要和我一起隐居 未免也太余福了吧 宣定是怎么去的 以我两人心之动力 给我口 李公公 我这儿有个事跟你说 听完以后不许急啊 有刘公公替我做主 我招什么急 你小夫人家呀 前些日子着了把火 烧的呀就剩下点瓦片了 不过呢 人没事 托刘公公的福 人没事就好 你小夫人家里着火的当天呢 你大夫人家又被人抢了 抢的那是一干二净 不过你别着急 人也没事 刘公公 你可手下留情啊 我可没得罪你啊 刘公公 刘公公 行行行行 你得罪我怕什么呀 你只要把太后伺候好就行了 凡事呢 你还是多打听 多出点主意 这样你一家老少就平安了 这不 你大夫人 二夫人都在刑部大牢里 等着你回去相见呢 刘公公 这不对呀 我们家被偷了 贼没进大牢 我们家人反而进大牢了 这不对呀 不对 为什么呀 我呀 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了 就在你大夫人家被偷的当天 东西找回来了 打开箱子一看 哎哟 这几年宫里少了 什么你们家就多了什么 你说这搅不搅 以后啊 该把嘴闭上就闭上 没人把你当哑巴 齐公公你看 要不然这两天你抽空回趟京城 我就是再尽心 也不一定救得了两位夫人 六公公 现在皇上跟太后都往南 都去贵州啊 我这当奴才的想怎么 怎么回京城啊 先崩起崩起 好消息呀 马上就来 这两天啊 皇上和太后就要打道回府 往北走 到时候你别嚼舌头 懂吗 你在干什么 太后 奴才们闲聊天 对吧吉祥 是 我们这奴才们在聊天呢 报 报 云贵总督和贵州巡抚联名上奏 当地叛乱贼子 设于威武大将军的神威 已经率众向朝廷投降 内阁与庭城商议 决意恭请威武大将军一行 速回京师 论功行赏 这个喜讯我让给你了 皇上肯定得赏你 谢谢刘公公 谢谢 滚 滚出去 这是什么狗屁捷豹啊 朕要打仗 他们却早早投降 什么意思吗 老东西 老东西 你给我过来 太后 陆塞这次 可真没账 你还可真没账 你以为这真正的说明 你不得还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样一来 我们在赵儿面前就不好分辨了 吉祥 吉祥 别说话 太后 奴才这一时还真想不出什么好办 要不咱们回了京师再说 让奴才这一路上也好好想想 没准啊 我还真能想出什么招来 吉祥 你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这么一路上跟丢了活似的 刘警跟你说什么了 没什么 刘公公啊 就是跟奴才烙家常来着 真热啊 你终于想通了 想通了 那我们去哪儿呢 自然去贵州了 那你想通的事情就不会改变了吧 也不是了 本来还答应我师妹要去看看我外甥的 可是那么一想 后来一想还是跟我的感情比较深 所以要和我一起去混迹江湖 对不对 算你有良心 一个赛上去比我十个外甥都还要 所以一个你在我身边我就 你怎么了 头疼 欠 王爷 王阳明既然不能为我所用 不如趁早除掉 以绝后患 先不忙 你先去把东厂那帮人给放了 记住 跟他们说点好话 我现在还不想跟朝廷翻脸 对呀 王爷 把东厂的人放了 让他们去杀王阳明 这个忌贤杜能的罪名 让朝廷去背 王爷妙计呀 夏光告退 师妹 师哥 就算你要不辞而别 也得容我这个做师妹的 相送十礼吧 好 好 小雪 我 我 我 好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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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官 下官是林江义的义成 公英王爷和王妃大驾 别来拜我 那位是贵州龙场义的义成 王阳明王大人 你们是同行 本王 只不过是替他保驾的 杨明先生是我和王爷的朋友 你们都下去准备吧 是 去吧 你刚才说什么 朋友 杨明先生 当年可是亲口对我说过 我要是欺负了他的小师妹 他会终其一生 和我势不两立啊 幸亏我诸臣好胆小 对王妃呢 敬爱有加 要不然我怎么会有替杨明先生保家护院的荣幸呢 怎么样 担心了 你去啊 禀王爷 圣上一行已经折返 不去贵州了 他们正在回京师的路上 现在估计在南京附近 好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哎呀 哎呀 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 是处处碰壁 夫子 自嘲自己如同丧家之犬 看来 这是圣人们的必经之路啊 你看你师哥现在像不像一条丧家之犬呢 圣人风已经被刘景杀得寸草不适了 我看王爷 这种玩笑还是不开为好 我看了